好 那這個是The Wild Darkness 這應該是我最後 我每次都講最後一次玩 但是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挑戰啦 那這一次呢就是挑戰第四個要貌 很好奇第四個要貌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是要用法師擊敗恐怖的 恐怖的君主 那這個就是結局4吧 結局4的話流程就是第一個 擊敗遺忘的魔法師 第二個去擊敗恐怖的君主 恐怖的黑暗君主 當你擊敗黑暗的魔法師之後 他會給你妖精的遺物 然後去這個無邊無際的荒地 這個地方 然後用妖精的遺物呢就會去到這個地精靈王 但是地精靈王的那個城堡呢 他出現的Boss就不是地精靈王了 而是恐怖的黑暗君主 那在擊敗恐怖的黑暗君主呢 然後呢再用這個 你的那個次元 次元版吧這個 次元杯牌喔 等級4或等級5吧 然後在這個奇怪的森林1的那個石柱 就會傳中到這個時間禁止的土地 然後一樣打完吃鹽守衛之後呢 就時空球就可以結束了 那我這次用的是法師齁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我個人的屬性 講半天說錯了 我是暗殺者啦 要用暗殺者 但是我覺得暗殺者沒有很好用齁 因為他的兩個特性 一個是偷襲 但是我通常不怎麼偷襲齁 我很講武德的 因為那個偷襲啊 你可能是要一直用這個低姿態慢慢走啊 可是已經玩那麼久了 實在是就是直接橫衝直撞齁 直接衝到敵人面前去 所以很難去搞偷襲齁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毒傷害增加 但是毒傷害增加呢 這個就 我習慣用的法術呢 也沒有放毒 然後呢這個 你武器上面要 要牽上這個毒屬性的話 那也是隨機的 所以就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所以暗殺者的幾個特性呢 我都沒有什麼用到 那另外呢這一次我用的不是劍齁 我用的是這個錘子 錘子也是蠻好玩的齁 這一次我的錘子啊 都有特別去強化 欸強化之後 我發現這個命中率啊 跟這個攻擊的那個什麼 快速攻擊的次數齁 有大大的增加 所以我覺得要去 當你那個什麼 房間可以去做裝備的時候 熔煉齁熔煉 你去把這個方 那個裝備的那個段位提升啊 或是提升這個 這個數值喔 欸傷害跟那個命中率啊 還有那個快速命中的那個 那個打擊感 非常有感喔 好然後其他部分呢 都是用超級爛的爛裝喔 有沒有 頂多什麼軍王的鞋子啊 加6啦 加1啦 這些都是普普通通而已 好這樣就通關了齁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空球 OK進去了 這是 欸第四個結局 算是真結局的這個結尾 好 好結束了 我想要再玩這個光明戰士 因為這個遊戲已經玩到沒東西玩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吧 然後到時候我會整理一下一些有關於新手的教學還有一些流程 但是 但是這真的是很多要寫喔 所以感覺上有點像是PTT的那個影片 PPT PPT PowerPoint的那樣子解說的影片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T 我們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